杨坤到底经历了什么?又是怎样将一首好排打得稀烂的? 如果你加入到我的战队,我后面还有32场演唱会,到时候会邀请你来我的演唱会当嘉宾。 这就是杨坤当导师时,对学员最惯用的说辞。 当时在这档综艺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,你可能记不住主持人是谁,但好多观众都记住了杨三十二郎的这句话。 至于这32场演唱会,到底开了几场,我们不得而知。 但是伴随着中国好声音当年的爆红杨坤成为了人生赢家。 不但他带的战队在第一季斩获了电军,第三季荣获季军,成绩相当不错,而且他用独特的嗓音和点评时的金句帮助整个节目紧上添花。 而随后综艺的爆红也让杨坤的受关注度大幅提升。 不出所料的是杨坤又摊上市了,甚至在录制节目期间和徒弟丁丁传出绯闻。 这也让自己的导师生涯饱受诟病,不过大家的冷嘲热讽对杨坤不起作用,他确实借着好声音的东风顺利翻红了。 节目录制结束后,杨坤一度人气十足,但却更加放浪行骸了。 2015年的时候,杨坤被狗仔拍到车载美女送到了自己家中,报道发出后,他还解释道,只是闲来无事去都疯了。 不久后,杨坤又被抓拍到,搂着两大美女兴冲冲的去了某五星级宾馆。 直到21年,杨坤还是没有丝毫收敛身边的女伴就像走马灯一样的换,甚至还被曝出一晚同时约见三位美女,根本不怕分身法术。 杨坤的私生活混乱和他的成长经历也有一定关系。 杨坤是内蒙古包头世人,他的父母在当地的钢厂上班,在当年对杨坤和他的弟弟关心不够。 出生在普通家境的四口之家也就罢了,杨坤的父亲在教育自家孩子上缺乏艺术,只懂得棍棒之下出孝子的老话,所以杨坤小时候没少挨揍,也养成了更加叛逆的性格。 每次被父亲发现他考试不及格,都会被被打得鼻青脸肿,而偷拿零钱离家出走的结果,也是免不了一顿胖揍。 虽然杨坤并不是学习的料,但在音乐上却是老天爷赏饭吃,从小就歌声嘹亮,学习起各种乐器也毫不费力。 于是他在上学期间,不但踊跃参与了许多歌唱比赛,还经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乐队。 那些年,杨坤不得不瞒着父母拿下了好多比赛的冠军,是因为在他骄傲地拿出自己得奖的奖杯时,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赞许,而是被说成是不务正业,甚至会招来父亲一顿毒打。 可是杨坤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音乐之路,时间来到他成年的那一年,杨坤某日偶然得知当地武警文工团招工,抱着试一试的想法,他报了名,最后通过自己过人的歌声和现场表现力,顺利加入了内蒙古武警文工团中。 然而杨坤进入文工团之后,领导给他派了个吹萨克斯的火,后来杨坤又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陈林。 2002年,在他一番举荐下,杨坤终于凭借一首《无所谓一名惊人》,歌中唱出了杨坤十年北漂经历的挣扎与迷惘,还有对将来的期盼和对感情造化弄人的铠叹,配上那十分应景的沙哑嗓音正好相得一张。 凭借这首《快智人口》的金曲《杨坤狂揽四大金奖》,当时娱乐圈内的好多明星都不断邀约他为自己作词谱曲,杨坤那时候真正做到了一炮而红,为自己的人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。 但人们普遍都将杨坤的一夜爆红,归功于慧眼时人的沈永阁,而杨坤的伯乐正是他贵人陈林的老公,这让大家都觉得杨坤是沾了陈林的光,这样的风言风语也成了他的心魔。 杨坤后来开始在出场费上漫天要价,并且拒不服从公司的决定,这也导致了最后杨坤和陈林、沈永阁二人闹得不欢而散。 他后来甚至越来越飘,以一副不可一世的高姿态,不断诋毁和贬低其他歌手来为自己找存在感。 正是杨坤自己的狂妄自大,招致了最后的悲凉结局,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